小朋友泡在热乎乎的温泉里游来游去 玩得不亦乐乎 大人则静静享受温泉带来的疗愈感 或是在水疗池做起身体按摩 轻易享受 寒流来袭泡进咻咻的温泉 让民众直呼实在很舒服 感觉很舒服 怎么做 就是你天气冷的话泡汤最好 天气冷就想来泡一下 春节廉价期间不少人出游 都喜欢入住温泉旅馆 初三寒流来袭泡汤人数更是激增 昨天四度以下泡汤的人员会更多 而且可以讲是要泡房间都要排队 今年的生意是特别好 将近有三成以上 不只台中大坑的温泉永人潮 乌日区的温泉饭店 生意同样抢抢棍 大厅满满人潮准备要入住 或是用餐也要泡汤 饭店业者表示 去年过年受到疫情影响 温泉旅馆来客树只有以往的五到六成 今年疫情趋缓 来客树也跟着回温 有多处大概有三成多四成以上 尤其是昨天 昨天人量真的是爆多 因为去年大家都还在疫情阶段 所以去年的住房率大概五六成 那今年都到了九成 所以成长大概四到五成以上都有 年假期间温泉旅馆住房率几乎全满 加上天气助攻 也让泡温泉成了民众过年出游的最夯选择之一 再来新闻陈振栋孙玉丽台中播导